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投资者又是否能够在此点位上继续加仓 扩大收益呢 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刘军 还有到场的嘉宾来听听看 他们对于后期市场的研判 刘军 你好 瑞琪 那我们看到在连续上涨之后呢 出现调整了 本来这个调整啊 属于一个正常 因为大盘连涨了两天 就是这个这个 拉起了大阳线来 也这个快到了这个3140了 差三个点 是吧 本来说了 你看就差三点 囊中之物 哎 这个3440本身已经是不公尔克了 我这红旗都插上了 哎 但是就差这三个点 我就是不去 哎 那你说长多了 我调一天 调两天 都正常 但是今天这个调整啊 怎么看着啊 就感觉不那么舒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来讲 你看啊 主板这边缩量调整 还可以达到50均线 从创业版那边来看 哎 今天它可不是一般的 就是说 我这个长得好好爱跳 本来就没长 今天胖下来 而且放量了 哎 它放量了 你看 涨的时候 反弹的时候 虽然说涨的少吧 但是最起码也反弹了吧 哎 反弹它缩量 但是今天一跌 放量了 这是一方面 这是从主板和创业版这边来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你主板涨 哎 我创业版这个不行 这个老的普通 舅舅不爱的 没事 我就你们玩这个主板了 我这歇一歇 这可以理解 但是你那边歇了 这边 这边也不行啊 对吧 按说那边一歇了 我把这个钱拿 这边还没涨了吧 你涨起来了 这个煤炭 钢铁都涨了 涨了之后我把它卖了 然后回来抄这没涨的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今天我们没看到 它调的更深 而且还放量了 这是不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您看今天谁涨了 盘中有热点 也有啊 什么酿酒 食品饮料 医疗保健等 都是些防御类的板块 再加上今天这个大盘走势呢 比较沉闷 慢慢慢慢斜向下 是吧 这跟今天天似的 是吧 今天天是阴沉沉的 这雨一下一直下了一天 给人这种感觉 从心情感觉很压抑 是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给人感觉非常不好 那么呢 这种调整我们就说了 你是正常的回调 今天为什么 第一 调整没破五日线 第二 调整没有破前天那根大阳线的一半 没破 你别管从K线上看 还是说从均线角度来看 没问题啊 走的还依然保持在强势啊 回来才踩到五日均线呢 是不是啊 都没问题啊 但是呢 我总觉得这个有问题 为什么呢 给人旁边的感觉不太好 在哪里呢 煤炭你是主打 连拉两天很厉害 哎 没问题 你歇一歇 这清可圆嘛 本身这么大板块 得动那么多资金 我连拉两天我调整一下 可以吗 但是你调了 别人也怎么 也看着呀 大哥 你调了 你调了小弟 小弟我也歇了 基本上这么个感觉 不是说什么呢 你方称吧 我登场 你没谈调了 行 你一边歇着 我有色 我起来 是吧 我券上 我起来 也行啊 没有 这扛旗的一些 没有人接过这根大旗了 接里棒没人接 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所以给人感觉不太好 不太舒服 另外呢 你别管说从指标来说呢 还是从量来看呢 确实今天的感觉很弱势 再有呢 主要是这个创业板也好 中小板也好 因为之前啊 大多数我们中小散户啊 这股票都在那里边了 反弹的时候你不带我玩 那边调整的时候 你还不带我玩 还继续调 本身这个涨了之后 我这个叫什么 赚了指数不赚钱 现在那边指数没怎么回来 你就下去了 把那个上来的阳线基本快吃了 这个给人感觉不太好 那也就是说 3140 你还去不去呀 你还过不过呀 对吧 如果说单纯从K线来讲 回踩五日线 我上我反身而起 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这个好图形啊 但是今天您注意到一点啊 正是由于什么呢 拉起来非常快 怎么样 这个均线呢 大差匹的五日 十日 二日 分开很远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老古兵都知道 这个均线之间呢 它这一远了 你向上冲 没劲了 同样 你下跌的时候 均线一打开 也下跌的也就没劲了 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 如果啊 我们说明天来一个放量的阳线 我踩上 我放量上去 你别高兴 真如果那样走 我觉得它下来还是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种脉冲式的上涨 极容易把这个均线打散 一旦打散了 你向上 那跟人的拳头一样 你挥出去了 怎么样 再往前打 没力量了 你必须要缩回来 这均线必须有粘合的过程 那才可以起 但是如果现在就往下调 比如今天我踩五十线 明天我直接破 下面有十十线 再下面还有二十线 离都很远 你即便是打到它了 比如说我就一杆子我打到十十线 或者一杆打到二十线 你看三要四另一波 就一杆子打到二十十线 跌了吗 打到二十线 立马反弹 再起一波 也就是什么呢 你已经打到支撑了 但是怎么打到支撑呢 劳失已远 跌了半天你才跌到那个上升的均线 那肯定能成都还会起一波 所以说如果真下跌 你别怕 同样 真是说打到五天线有支撑 撑上去了 别高兴 那真的不是什么突破 第一个呢 首先是均线还是没有得到修复 二一个 你看分时指标一定是什么 创新高一定就背离了 因此呢 短期我觉得呢 市场进入调整呢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之前呢 从现在往前看啊 连续将近一年了 就是这样啊 走几步 我退一步 走几步 我退一步 一直这样 这节奏一直如此 你说 为什么它不变一下 一直上 你别回来不完了吗 早晚有一天会那样 但是从现在看 没这迹象 为什么呢 你方唱罢我不登场 这也不行 你看哪一轮牛式就是带着一个 你看那个跟那说相上的似的 你带着一个玩命炮 跟那羊炮跟葛优似的 那小品嘛 是不是 你就不能你就是一个板块 摆起来没完呢 对不对 大家得轮着来 对不对 风水轮流转呢 对不对 各领风扫五百年嘛 那么现在呢 煤炭一些 主流些了 肯定 市场走弱了 所以说大家呢 还是要有思想准备 我走弱怎么应对 怎么应对我后边的事 后边我该怎么做 后边我该关注哪些板块 这就是今天我们几位嘉宾要给您解决的问题 那好了 在我们跟嘉宾探讨问题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小编给您汇总的消息面的变化 今日市场震荡走弱 固执全天维持震荡缓跌态势 量能略有回落 报收3116.31点 下跌0.5% 超越盘值走势疲软 早盘快速下探 失守2200点关口 午后横盘震荡 报收2184.49点 下跌0.71% 新股发行方面 证监会数据检视 9月份A股IPO金额达150.82亿元 为本年度第二高 仅次于8月份的278.22亿元 此外 9月A股定增募资额达1245.09亿元 也是年内第二高 仅次于1月份的1660.18亿元 资金方面 继前期央行持续净回笼之后 本周央行连续净投放 央行今日进行1050亿元7天期 750亿元14天期和3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 扣除85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 今日央行实行净投放1250亿元 本周三天央行累计净投放3800亿元 汇率方面 十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累计8次刷出6年来新低 今天 人民币中间价上调39个基点 保6.7705元 分析人士称 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属最强劲之列 人民币不具备连续贬值基础 好 欢迎回来 一个是 洋行还是竞口 还是让市场撒钱的 注入活水 是吧 另外一个呢 人民币贬值了 确实有一段贬值的过程 但是呢 这种贬值确实有利于出口 另外一些 一些涨价概念最近怎么样 也是受此影响 有一些表现 大家就有目共睹了 那么后面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还是来到现场 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场的几位嘉宾 一位是江崎 一位是乐俊韦 两位邵政派 还有我们的老魏魏宁海武的市场观察员 三位晚上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什么呢 今天这根小阴线 它是 我歇一歇 我继续涨 还是旧色我就真歇了 是吧 是这样 首先 我认为短期这个调整其实也是符合市场预期吧 因为一个是 我们知道在前天 市场打出了一个三腰三期 就是前期高点附近嘛 就差三点 然后到这个点附近呢 其实是15分钟级别是指标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超买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出现一定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 另外一点的话也是前期高点附近 市场是有一个关前整理突破之前做一个叙事动作 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 那一样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大级别 先说大级别 然后再回到小级别来说 大级别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是谈过几个主要的一个逻辑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给切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过 后期的一个上涨过程中目标位是3400附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图 图上其实比较明显 上面的一个去年的 今年1月份这一段下跌以来是一个无量区 我这边其实把一个粉色的一个区 框框给框出来了 无量区 无量区的话就预示着这个区域是没有一个筹码堆积的 其实是抛盘是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轻 只有到上方的一个蓝色的一个区域 它才到了一个前期的一个箱顶附近 那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才是一个真的一个压力位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首先第一点 现在到3400这个区间里面 其实市场的一个压力是比较轻的 就是这一段下来的时候并没有量 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下下面的一个成交量 其实又快又没量 所以说这边压力不大 上去 对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上涨趋势中 就是一个中期的上涨趋势 第三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之前其实这个时间点我这边也是写过 从2638以来它有两段时间 前一段是50个周期 后一段是56个周期 其实两段的一个调整周期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30个周期左右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的话 现在如果推50个周期左右的话 正好到12月中旬 也就是到美联储加息与否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的话 从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第一上涨趋势 第二目前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抛压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压力 第三点的话目前的一个反弹周期里面 那你这两个都是50 50左右吧 那现在应该不到20吧 我这边其实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如果推50的话就到12月中旬 正好和美联储是否加息这个事情 正好时间重叠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它总的来说 后面的一两个月里面吧 市场总体应该还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 就是我们先说的 左边是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密集成交区的 所以说其实我个人主观上 可能并不能排除这边可能出现一定的一个加速的可能性 因为它抛压不重 它不是 如果真打到3400 它打到上方的一个密集成交区了 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抛款出来 对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短期的一个问题呢 今天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盘中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尾盘的时候 其实中字投了一些个股 出现一个比较密集的调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包括中小版 包括宗旨 生成纸 一些深圳里面的一些品种 出现了一定的指别 包括指数方面也是一样 所以说我更认为到短期可能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 或者说在短期之内 深圳里面的一些票可能会要走得比上阵要强一些 对对对 但是对于创业版来说的话 我可能还是保持一个谨慎 因为做节目以来其实一直对 近年以来一直对创业版保持一个相对谨慎 也受了很多逻辑 包括成交量的问题 包括趋势的问题 包括军线的问题 然后深圳城址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也是带张图 用技术面来谈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有一个三个高点的一个连线 其实在本周一向上突破之后 现在其实是等于做一个回踩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突破之后 其实市场是形成了一个顶背离的 就是从MACD指标 爱说的话 是形成一个顶背离的 所以说目前这个调整 短期这个调整回档 其实也是对这个背离做一个修复 同时也是对突破的一个均线 突破的一个趋势线做一个回踩 和下面这个红线的趋势线去做一个回踩的过程 所以说总的来说的话 短期之内我认为 这个回踩过程结束之后 市场应该还会有一个继续新高的路 所以说这两条线基本上会在目前这个点位 在向下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了 对 就是空间是比较小 所以说总的来说的话 我认为短期内 应该市场这个调整空间是比较有限 应该后市还有一个继续向上的过程 但是短期我们后面如果是向上了 我们重点看什么 重点看如果打出3140这个新高之后 我们要看市场的强度 因为我其实到时候是否做减仓的一个动作的话 就看新高之后市场的成交量行不行 市场的速率行不行 如果这两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在3140突破之后我会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因为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前面上指数里面其实有一点 在今年上半年熔转的时候 它在一个3180这个区域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一个堆砌的一个区域 在3180附近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阻力的 所以说新高之后如果量出不来 速率出不来的话 那上去之后应该是要做一个 短期的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不排除会冲 但是冲的时候我要看你的 要观察 看你的质量怎么样 对 这是要观察一下的 勒俊伟一直是乐天派 乐天派 那么今天小调整了 是不是乐天派受打击了吗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两天的盘口给我的感觉就是 股市红红火火 股民却口袋空空 因为我们看到指数在涨 但是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持的个股 基本上都是跌的 所以来说的话也符合我前面说的大句话 那熟悉我的投资者应该知道 两周前我来做节目 我说什么 我说大盘会在你无意之间 莫名其妙的来一根大阳线 之后的话会站上一个小目标 就是三千一整数关口 还有站稳年线 之后来到3140的位置 我说应该是在我两周之后 再做节目应该到这个位置 那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它今天有一个调整 明天这个调整 能否止住 能否是缩量止住 之后上工的时候是带量的 而且来说的话 要有承接盘的一个跟上 那目前的话通过板块的一个盘口 来看的话 目前的板块的盘口 我觉得是非常完好的 虽然来说就像刘军老师前面说的 现在的话 今天礼拜一煤炭涨了 券商跟了 礼拜二煤炭涨了 没人跟 今天煤炭跌了 那大盘就下来了 但是来说我们可以看之前的话 个股又连续拉升了 板块又冷冻了 虽然这两天没有 有可能到了这个心理关口 所有场外的资金 或者打进去的资金 它做了一个观望的动作 它要看一下下面的恐慌盘有多少 下面有多少外边的人要去接这个盘 那今天看下来 其实下来的话 恐慌盘没有 因为来说下来的话 我们统计过 我们分析员统计过 基本上只有20%的股票是创新低的 就下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股票 就像江崎说的 前面很多股票下午 基本上就不跌了 基本上是以中字头在跌 因为中字头 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期间 我们说过期间 它有可能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 前段涨多了 对 那我们看煤炭如果歇菜的话 未来几个交易日反弹 能不能有反弹的一个新的力量进来 那我觉得的话 市场中应该会有 之后我们板块当中会介绍 那今天的话 我也是带来一张上证指数的一个 60分钟和日的一个K线图 那我们可以看60分钟K线图的话 上证指数目前 我一直做节目以来都是说趋势线 因为这个线的话 是决定大盘未来短期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在趋势线之上 而且上方的偏离的位置比较多 所以说它今天会有一个调整 回踩需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来说的话 未来只要放量 大盘还是会站稳3100的 那等大盘站稳3100之后的话 3140点高点过去之后 我觉得大盘会冲到3190附近 如果说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小乐乐一句话 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站稳放量 大盘有可能会加速了 就你之前的那个节奏 有可能就被打破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请留下来切一张日K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日K线的话 它现在也是成交量 逐步放大 也是站稳的年限 接近了前期的一个高点 所以来说的话 从K线理论来说的话 目前这个形态的话 也是一个多头形态 虽然来说目前 它是有一个考验五日均线的过程 但我觉得真的到了五日均线 它肯定会有一个反抽 反抽之后的话 我们要看之后怎么走 如果带量的话 它的目标位就不是在这里了 因为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盘口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上周一有一根大阴线下来 大阴线下来的话 我在有看头上面的话 3.3克收盘之后 我也说了很清楚 大盘不必恐慌 第一个小目标就是年限和突破3140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到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上去 机构有可能它完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指数到了 所以它今天调了 但是它涨的东西 我们普通投资者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赚钱 就像小乐乐说的 股市是红红红红 但是我们口袋空空 但是它已经达到了 它建仓和完成第一个目标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第二个目标 有可能就在今天回踩五日线 之后明天有可能往下等 等一等 杀一杀 杀到3100整数关口之后 10点半之后有可能就上去 那第二个目标是多少 不知道 第二个目标是 拉到深港东出来 还是深港东快出来之后结束 也不知道 那两周之后应该就会知道 也就是说你的观点呢 比这个江西呢 显得稍微乐观一点 当然对于中线来讲 你们两位都是坚持还是趋势向上 是吧 我们观察员 观察到的讯息 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讯息的话 其实我更注重的是时间窗口 对吧 我26号的时间窗口 我是提早就跟大家讲了 在我的有看头上 我在两天之前就已经提示大家 应该这里要减仓 而不是要追买 那特别是这个我给的这个 其实我给的这个时间 是25到26号 那时间窗口 它的空间呢 我给它的空间是3130 那么3130 它这次打到3137 对不对 很多人都觉得后面 肯定第二天3140不再画下 但是我看不到那个3140 我只能看到3130的位置 它过了没办法 但是它在26号今天开始 它开始出现一个调整 那么调整的话 咱们从短线级别来说 短线级别的话呢 它明天有小时级别的反弹 还会反一次 反的位置呢 3120或者3130 它还会往那去一次 但是去完了之后 它就应该往回车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昨天我来节目我也说了 前一个3140 它的那根量 对不对 3000多亿的 3000多亿的量 那么这一次的量 2500 对不对 其实它们两个量上 已经开始有分歧了 也就是已经有分歧 再加上昨天石自清 那今天势必 我说了 左青龙右白虎 它会往回踩 昨天我来讲 左边青龙右边白虎 上去和下来是会对称的 那么今天是打了一半 打到哪里呢 3110 对吧 其实我给的卡位是3109 明天如果把3100破了以后 它往下会踩 它继续往下面就 如果把3109一旦破位 它向下的那个空间啊 会被打开 打开以后呢 它会调整到 应该说是 应该是有一到两周的时间调整了 它的这个位置呢 第一个咱们先看年线 因为它怎么上年线呢 会回来再确认那年线 年线是差不多3080的位置吧 3080如果还扛不住 往下漏一漏的话 那就是3060 当初我们给的那个箱体的 它翻箱体翻上去的 那个切线在3060 对不对 那么至于时间窗口的话 这个我在有看头上 已经今天下午已经公布了 下一个时间窗口 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呢 可能在10月初 我们建一个时间窗口 而这个时间窗口 对应的我们今天的 今天好比这个 它的时间窗口是高点对低点 也就是说今天是高点对不对 这个窗口是高点的 它轮到下一个窗口 它会出现一个低点 而那个低点呢 我们可以做一波反弹 还会做一波反弹反上去 然后呢 再回来做一个双底结构 做一个双底结构以后 那么就像这个咱们说 到了12月初 或者是美联储加息 或者什么 它会回过来再折一下 折完了以后 这里就起来 而这里再起来的话 开始有一个加速的一个动作了 只要我们在那个低点 时间窗口的低点位置 加仓 甚至于加重仓都可以 那基本上 照这种节奏的话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 黎明前的黑暗 那这个 差不多吧 我说的是短期调整 短期调整 不能影响咱们中期的趋势 中期趋势我到现在一直说 咱们跨年行情 有到明天三月份 目标位是3600到3700的位置 我始终是坚持这个 咱们而且后面能看得到 也就是说 既然是我大的趋势 确定好是向上的 那么它的这个中间的拉回 全都是咱们找买点 只是你找的精确度与否 对不对 咱们说3080你可以找 3060也可以找 甚至于它往下 万一真的去补下面有个缺口 3009那个缺口 补一下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咱们到时候 你手里就拿的 必须要拿一半钱了 这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它就是了 对于创业版来说呢 我还是那句话 其实创业版很简单 218这个7月27号的一半的位置 它根本过不去 上了四次都没过去 那么现在回下来了 回下来下方就是2140嘛 这个大切线 对吧 从585开始大切线拉到现在 2140没破 没破它就在三角形的末端整理了 对不对 上游218下游2140 就在这个小位置里面整理 到时候看是不是向上突破 那么我说了 昨天我还讲了 咱们开玩笑说 它是个被动跟随 对不对 它会涨吧 有可能 但是它一定是被动 创业版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大 因为创业版上面压力很明显 很明显 你只要不过 对啊 而且今天你看看 它就算想涨的话 哪怕主板调整了那些资金 都不进创业版 它不进去 然后回过头来 它还是会在这个主板里面 对 所以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区分 如果量不肯进去的话 28切换是换不过来的 只有慢慢等 等到那个量开始进去了 那我们说一波行情有 这样 那大家呢 对于未来的行情呢 基本上还是偏乐观一点 只不过这中间那种波折 对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是吧 是这么个过程 确实 我们这个 唐古伦金这个嘉宾组 基本上今天他们几个来 明天他们几个来 这基本上我龙过来了 基本上对于明年的行情 都看得比较高 比较乐观 基本上大概在3600到3700 这个平均水平 都在这位置 有看3650的 有看3600的 有看3600的 有看3700多的 都差不多这个位置 当然现在还没到呢 你现在你说往那指 也没必要指太精确了 指这个区间 就证明我往那看 是吧 我个人我就看 我胆更大 看得还搞 这个就是说明年的事 咱们明天再说 短期 我觉得确实 这有调整 大家也这个 也是不要奇怪 因为之前一直这样 唐唐一掌 让我写了 唐唐一掌 这要控制好节奏 但是这次和以往调整不一样 什么 以前是什么 你别管怎么涨怎么调 这创意们始终是热点 这次一掌 这几个概念 那次一掌 这几个概念 虽然说有券商 有什么白酒 大龙头 但是主要唱主角的 还是这些概念鼓 题材鼓和小盘鼓 但这次不太一样 好像是 既然不太一样了 从我们操作上 从中线也好 短线也好 甚至说长线也好 我们从选择的标的上 是不是也要有所调整 下面我们跟嘉宾们探讨一下 首先还是从将期开始 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们 包括最近来做节目 其实都是在强调一个偏重于主板 创业板基本上是不碰了 但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叠加图 商量指数 其实和创业板 如果去做一个叠加图的话 现在这个情况正好是反过来 和2013年14年 当时这波牛市启动之前的时候 是主板先平走 创业板先启动 而现在的话正好是完全反过来 创业板是平走 然后主板再启动 所以说我更认为的话 后面的一个主线 肯定还是主板 而且主板里面不分 上阵主板和深圳主板 因为现在只有这两个主板 是占上年线了 中小创其实都没有 占上年线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认为 深圳主板和上阵主板 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在两周之前 我们做节目当时是推荐了 一个煤炭板块 就是在节后的一个第一周 当时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介入 然后昨天我下午 因为昨天下午 煤炭还是涨了 昨天下午 我在有看头里面 其实也是说了 短期我把这部分利润 给获得了结了 基本上从10月初到现在 基本上有20%的一个收益 这一块的一个减仓 或者说是短期的一个调仓 就是一个动作 其实并不是说 煤炭板块未来没机会 而是短期一方面是 我们可以看到期货段 其实涨幅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它没有根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也是注意到 之前是有一些封信放出来 就是说 经过这样上涨之后 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增产的 一个预期在里面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短期的一个煤炭调整 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符合预期的 那中期可以关注 短期如果调升了之后 我认为可以去做一定的低息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 可能还没有调到位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是推荐一下 就是说之前 就是上次也是谈到 就是ST沾帽的一个预期 这一块通过三级报里面 可以去看一下 一些ST的个股 如果三级报已经是 比较大幅的一个盈利了 而且是靠主营 主营业务给拉上去的话 那可能有个账帽预期 那最近其实有相关的个股 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表现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最近的一个 人民币贬值的一个 一个情况是比较严重 在这一块里面的话 其实主要去找一些 F10里面海外业务占比 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其实最近其实有一些 还是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表现 主要在电器 还有纺织 还有一个海外工程里面 从这三块里面 可以去寻找一些标的 总的来说 目前这个操作的 一个情况的话 一个是上升指数 目前是处于上升趋势 所以说我们仓位 还是保持5成以上 然后就是另外5成的 一个活动仓位 那经过涨多了 那我可能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然后比方指数出现一些 一些小级别背离了 或者说就是达到阻力了 会做一个高炮地细的操作 那总体来说 还是5成底仓不动 然后另外一部分仓位 去做一个滚动活动的 一个动作 好的 那乐俊文你 后面关注的是哪些东西 后面关注的 就在江七前面说的 因为我们两周之前 也是一起做的 我们也是反复说的煤炭 那券商 那今天我推荐的板块的话 还是煤炭券 就这两个 已经连续推了有好多期了 为什么 就像前面江七说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 创业版中小版 现在基本上是有 讲不动的一个迹象 你一定要理清楚思路 过去 讲创业版是因为概念 现在故事都讲完了 他如果说 就像我们谈朋友一样 你刚谈是有新鲜感的 你谈了一年之后 你再要对 对方有新鲜感 一定要有新的事情 才会有 创业版的故事讲完了 比如说他理电视 他虚拟现实 他无人价值 他讲完了 从20块涨到100块 啪下来到50块 再到100块 他要有新的东西 没有 你看刚才小乐 谈的是他的一个思维逻辑 就是那边完了 你怎么着 你该我了吧 过年我得吃饺子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煤炭也好 有色也好 这边是不是有机会 对 当然当时说的时候 这事儿包括江七 当然说的是煤炭还没动 所以说我们这些牛伞 每天在这里 都是跟您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心得 和我们自己看盘的一个角度 这个是说到推荐不敢 就是真的是 分享一下自己的这种 我怎么看 是不是我这种逻辑 是不是对 当然了 它是有待事实 有待时间来去考验的 那么现在来看 确实之前我们对于煤炭的这种思路 是正确的 是吧 至少我们之前这种判断 它是得到了验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判断 能不能够得到市场验证呢 这个谁也不知道 是吧 那怎么样 你要听到这个思路 这个逻辑 是不是符合英国关系 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 是吧 是 因为我觉得就像前面 刘金老师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推荐煤炭和券商 有我们几个理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煤炭板块的话 它整个板块 目前是受国家供给侧的 一个利好政策影响 而且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 一个煤炭的期货 也在一个风涨的过程当中 那煤炭也是有一个跟风的过程 那么煤炭呢 基本上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得到市场验证了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 其他的板块 是不是能够 接过煤炭的大旗 我们观察员 是不是从你的角度上 看到什么迹象没有 好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煤炭 大家一直在集中的说煤炭 其实其他的板块 其实已经好像是被忽略掉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记住 这个市场如果 还想继续向上走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板块出来领军 对不对 我们说煤炭现在是歇了 那么接下来是谁来领军的话 这个咱们要去找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有就是我们看到市场里面 也开始逐步有一些小金属 开始蠢蠢欲动的这个 这个迹象也有了 对不对 那么我每次来呢 都会点评一个小板块 那么今天我点评一个小板块 是什么呢 是一个饲料的十三五的一个这个规划 那么它这个饲料规划呢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互联网加农业有关 那么它包括大数据啊 包括它的这一块这个信息化处理啊 包括提高 那么饲料呢 它肯定是也提高产量 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个供应量 或者采购 那么这一块呢 所做的这一块就是我们上市公司里面 关于十三五规划这个里面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 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存在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蛋糕还是比较大 那么这个如果说在大盘回踩的时候 是不是这一块里面能够找到一定的机会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小板块 就是说呢 其实它是不是现在也属于这个提价的这个 提价我们是 对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太白粉 包括煤炭 包括这个消费品 包括今天白酒什么都在 都是 只要一天一涨到提价的话 它们都涨 包括股价都在涨 这也就说明 大家都是有一个概念了 只要是你一旦是原材料等等的 开始出现涨价的话 它势必先把股价拉起来 这个而且是个趋势 而且它一般的讲就是这个价格 它也是从上游到下游 它有个传导的过程 对会有个传导作用 是吧 您看这个这个 刚才说这个饲料也好啊 还是什么也好 它是会不会以后也 也有那么传导的效应 那么它饲料一涨的话 然后什么鸡啊 猪啊 这些 谁吃吧 对 也都是一样 也是一个传导作用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现在从大的 你看到那个钢铁也好啊 还是这个煤炭也好啊 大家都看见了 是吧 你从期货那边涨完了 然后这个股票涨 对吧 你后边这钢铁和煤炭 这都连着的 对不对 因为什么煤炭练钢啊 对不对 都是连着的 那么从这个要入屋上涨了 这是基础原材料啊 这个基础原材料上涨了 那后边是不是 其他的这个下边也会涨啊 包括你看今天那个白酒 是不是它也是一个提价概念吧 涨价概念 那么刚才说太白粉呢 包括老魏刚才说的这个 鲜料 鲜料的 鲜料完之后 你看农林牧运 农林牧运 它肯定也会有所表现 它会传导 也会传导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你的思路在这儿了 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水泥板块 水泥板块 水泥其实最近也是 有一定的一个涨出现的 然后包括前面呢 魏老师说的一个 小金属这一块 最近的一个新啊 锡啊 其实期货端 其实涨幅是不少 从期货端 其实呢 昨天内阁讲来的 可能关注期货比较多 我关注大众商品呢 这种时间也比较多 除了铜没动 上也都涨 因为什么 铜跌的少 铜一直比较抗跌 一直在那盘着 最近掉下点 但是总体来讲 铜铝圈新链嘛 你除了就是铜 伤给它小金属 基本上都是下去 现在慢慢再起来了 因此呢 这些你观察这些东西 你前面有前车 前车后边我就只有支箭呢 你有车过路地儿了 我顺着车过路地儿走 你之前你这个 铁矿石没炭 这个涨了 煤炭期货涨了 这边有表现了 那你那边期货 你这个比如说铅 对吧 比如说涅 那期货涨了 我这边会不会有表现呢 这个我觉得是个逻辑 还有一个什么呢 大部分依赖进口的一些资源 其实铜也是一个 铜大概是60%左右是靠进口 那这一部分 这是不是也有个提价概念 为什么呢 人比贬值了吗 你进口多花钱啊 那你进口多花钱啊 你这国内的品种 你是不是也得涨价啊 对不对 你贵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什么人贬值你会花的美元 花多了嘛 是不是也是这个逻辑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刚才说这些东西 它都在主板了 是不是都在主板了 因为什么 属于传统行业 因此呢 你既然有这条主线 别着急 把这些股票 把这些板块 你把它筛出来 然后拿什么 拿技术去考它 我什么时候能抄它 对吧 走出什么样的结构来 它就预示了见底了 我就能抄底了 说到这个呢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一次的 唐古林组织 这个牛伞渲染营 要讲的东西 一会儿呢 再慢慢给您介绍 那么 听完了现场的 几位嘉宾的观点之后呢 我们再听听场外嘉宾 是怎样看待今天这个调整的 今日市场 在连续拉伸后出现回调 主要是日线周期到达变盘点 市场整体轮动特征明显 当前操作上 对于连续拉伸的 位于追高 卢一仙领长的债转股 股权变更 一旦跌破五日线要止盈 在应对上 N7拉伸的 处于日线震荡回踩的 可考虑低息 技术特征是 拉伸后日线回踩 7到8天 而且仍然在 13日和20日均线上 那在明日回踩过程中 就可低息 大盘整体仍在周线 人动周期内 上证指数 三一六零区域是 二六三八至三六八四 相提 0.5黄金分割位置 短期展览有效突破 故此 上证将下探 五周线附近 寻求支撑 关于创业版纸 二一四零 重要趋势支撑 守住 则反弹可以延续 反之 还将向下寻求新的 一点 目前 厂内乘量资金运作 没改变 权重蓝筹 由于冲冠无望 将进入停顿 反而给中小体裁 轮动唱戏 留出机会 操作上 各人认为 可关注三级报业绩高增长 高速转 尤其是首次高速转 个股逢低可吸纳 好的 欢迎回来 马上请出新一季牛伞训练营的 主讲嘉宾魏宁海 为您带来今天的 股市聊聊吧 咱们今天聊聊 那么今天聊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市场呢 今天是不是可能出现拐点呢 那么我们如何看它 到底是向下调整 还是只不过是个浅浅的一个回踩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用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叫N字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T版啊 那么N字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交易上 投资市场当中啊 是一种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啊 那么一切投资市场通用的一种形态结构 记住它是一种K线形态结构 那么我们很多人喜欢数波浪 也就是说每一个波浪呢 都是以N字来计算的 股票的上涨或者下跌 全都是用N字结构来表示的 N字结构的原理就是什么呢 发散收敛再发散 那么它有两种发散啊 一种呢就是向上发散 或者向下发散 那么我来画一下 向上发散呢就是 发散收敛再发散 那这是一个上涨结构 还有一种下跌结构就是 向下发散收敛再向下发散 那么这个对不对 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 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上证中止的日线图 那么这里呢我们说 就出现了一波上涨 对吧这是一个发散 然后什么 然后是收敛 然后再发散 那么它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上涨N字结构 对不对 只要一过这个平台 我们说这一波就起来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个呢是创业版的这个 日K线图 它呢就是一个什么 下跌结构下跌发散 然后呢收敛之后再下跌 你看它一一破这个位置 它继续向下 然后向下再开始发散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啊 来咱们看下一页 那么N字结构当中呢 你要分析 第一次向下发散 它是指方向的啊 如果向上发散就向上指了 向下发散向下指 第二个呢收敛形态是提醒信号 而不是确认信号 你就拉回啊 拉回了以后 很多人这一点搞不清楚啊 直到第三次我们说第三个发散 是确认第一个发散的方向是对的 就是啊你前面向上对的 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向上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N字的结构 向下就是这样的N字结构 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好 优君 今天的这个聊聊完呢 就到这里 下面先进入我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下面一个环节是 微信连连看 好 又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昨晚8点呢 谭古论机是开启了全新一季的 牛伞训练营的招募 在短短的不到24小时 本次活动的名额仅剩下了不到一半 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在现场 分享刘君韩云还有魏宁海 这三位牛伞的买卖绝招 想要了解他们三位 对于近期市场以及板块的最新解读 您可以要抓紧时间 登陆咱们第一财经图书 音像专营店天猫店铺来抢票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观众留给咱们牛伞的提问 这位叫做东女边 他说刘君您好 我炒股也有三年了 可是就是不赚钱 学别人呢抄底 结果总是发现自己抄他的半山腰 那么究竟抄底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这位叫君的朋友他说 魏宁海您好 看到您在牛伞训练营活动当中 会讲到筹码 我平时很少使用筹码这个指标 不知道这个指标重要吗 谢谢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问题 交给现场的刘君和魏宁海 来听听看他们怎样解答 好 欢迎回来 您提到筹码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了 怎么个重要法 下面老板给讲讲 好的 筹码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在说 主力这里筹码还没收集够 所以拉不起来 或者是筹码都已经到上方去了 那肯定是要下跌了 但是这个我怎么知道 太重要了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这些技巧 到时候那天我会教大家 怎么看筹码 咱们是底部收集完了 拉上去 或者上方他已经准备好 要抛的时候 我们来看他的底牌 一旦看好了以后 我们提前发动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力有优点 什么 钱多 钱多了说话算数 对吧 您要给你几个亿 一砸它就下去 一砸它就上去 挺爽是吧 但是它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呢 那么大的体量 它不可能踏雪无痕 只要是主力在盘中动了 它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我们要做的就是 根据量价的变化 怎么样能够透视出来 主力它到底干什么了 它买 我咱也买呀 它卖 当然咱也别客气 咱也跟着走啊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这说好说 它还是有一定学问的 您来到现场 老位会给您讲这东西 那么至于说您抄底总抄抄在半山腰上 您不觉得这句话矛盾吗 为什么矛盾 抄底抄底 您抄在半山腰上 您抄的是底吗 有问题 那不是底啊 所以说抄底 首先你得确认它是底 你说了 我看着跌够低的了 这就从60多跌到20多够低的了 那从60多还有跌到2块多的 对不对 咱别说哪只股票啊 曾经有过啊 对吧 那你说什么 跌多少钱是底 不知道 它只有什么 出现底部特征了 哎 这模式是底 您别着急 给您个公事拿着一套 哦 这出现这个 这就是底 行 那你找机会抄它 那么这个呢 所以说你抄底抄底 你首先你得确认它是底 确认完这是底之后 然后我要则机的 找到那个点 不是说涨的票都能买 从10块涨到100块 你说什么时候都能买 理论上什么时候买都赚钱 但是 但是 不对 什么时候买都赚钱是对的 但是呢 不是什么时候买都对 你得买在那个买点上 因为怎么样 涨了 10块涨到100块 你过来知道 当时你买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买在不是买点上 它稍微晃 怎么样 把您站出去了 为什么我们抓不住牛股 正是你买的不舒服 买的不是点 知道吧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所在 我们牛伞训练营呢 我给您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那好了 这个究竟详细答案 怎么展开 在这没法展开 我们现场见 这个 近两周呢 您的账户是赚钱没有赚 这个 我们给您的今天是这个问题 有三个答案 赚钱了 而且跑样指数14% 小赚 但没跑样指数28% 一倍 是吧 但是剩下58% 那什么呢 我属于没赚或者亏损的那一批 别看大盘涨了 你看将近60% 没赚钱 这就谈到什么 你得有技巧 对吧 大盘涨了 你都不赚钱 大盘一横 怎么样 他就个 按照这个鲁锣机推 你就亏了 大盘一跌 那你别说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说呢 炒股票他要讲技巧的 这个技巧我怎么样能够掌握 你还是要跟这些牛伞们 好好的来学习 好了 今天的微信连连看呢 我们就到这儿 下面先进入我们的明日 抢先报 好的欢迎回来 以下我们继续请刘军带来明日抢先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还是从上证宗旨日系开线开始 那么上证指数呢 它是均线多头白裂 阴线覆盖了昨天的小印它吃掉了 五日均线呢 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下方强支撑位于3100点附近 股市已经股指呢 已经进入了调整的周期了 指标方面呢 KTG高位形成了死亡纠差 MACD金叉上行 但是红柱已经缩短了 60分钟呢 均线处于收拢的状态 你看之前打得非常散 现在行了 收了 跌破了小平台整理 之前呢 是这平台整理 现在给跌穿了 KTG呢 死叉下行 MACD也是 都死叉了 调整走势明显 等待下次进场的信号啊 创业版方面呢 均线是纠结状态 阴线跌穿了五日至十日均线 都跌穿了 关键支撑位于2170附近 下面有一堆均线都在下边了 想必会有支撑啊 KTG再次死叉 MACD金叉状态 红柱缩短 谨慎观望 KTG有什么 有倒压嘴的这种可能啊 它的60分钟呢 均线是纠结状态 在回落置之前的整理的箱体 之前就在这儿 它接下来又回来了啊 那么它的低点就有跟连线 这也是您要注意一下啊 KTG死叉下行 但是这只这个钩超卖了 短线有反弹修复的需求 但仅仅是反弹修复啊 MACD形成死叉 逢反弹还是要降低它的仓位 好了 好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日抢先报呢 就到这里 好 欢迎回来 首先进入抽奖的环节 请您看屏幕 停 恭喜屏幕 这193尾号啊 恭喜屏幕上这个观众 您将获得飞科电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 我们回到现场啊 刚才呢 我们讲啊就是煤炭 还可以往远处看 还可以提价概念把它怎么延展看 但是小乐你说这个券商板块 这好像跟涨价没啥关系是吧 是 券商都在闹闹闲是吧 那这个逻辑呢 就是深港通还有别的吗 券商的话是我们一直关注的 因为来说的话 券商我们知道 深港通是在10月中旬有可能会开展 所以说对券商的业务 也有一个提升的过程 而且来说 现在通过券商板块的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券商现在是在明显的 一个建仓洗酬的过程当中 目前并没有一个拉伸的一个动向 但是来说的话 我们很多嘉宾都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 那大盘的话 它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 那有这么个逻辑 我想问你啊 就是你是因为看好券商了 才看好未来的行情 就是很乐观了 还是觉得未来行情乐观了 然后再反复来看 再看券商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的选股的话 我们是先选方向 之后再选时 之后再选到板块 我们觉得未来的大方向是OK的 往前走 三千六四千点 甚至更高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是主打板块很好的话 那指数OK的话 我们主打什么板块呢 肯定是券商板块 我们是一直关注的 那这个板块肯定会带领大盘 走一波这个行情 所以说我们是先选对大方向 OK 那之后我们再去选一个时间买点 你应该是叫先选大环境 对 再选时 再选板块 对 江青你平时选股的这种逻辑 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大盘定趋势 趋势定仓位 然后仓位再去决定去配什么 比方说现在上升指数是上升趋势 那OK 那我们就偏向于上升 因为创业板肯定是偏弱一些 那我们肯定是偏主板 偏主板的话 因为是上升趋势 所以我前面就说了 底仓是5成是不变的 然后往上加的过程中 就是根据大盘的一个分析地点 或者说是阶段低点 包括近期的一些热点去做一些温流的一些期划 嗯 这样 对 好